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欸 身為台南人 早餐就是要吃鹹粥才爽啊 台南一名66歲的老翁 上完大夜班下班後 騎著騎著突然很想來碗鹹粥 填飽肚子心滿意足後 老翁卻在回家路上出了車禍 後來申請直摘給付 老保局卻不買單 老保局認為吃鹹粥屬於私人行為 而且老翁繞路去吃鹹粥 不是走原本下班應該騎的路線 所以拒絕給付 但老翁不服氣一氣的告上法院 結果就這麼剛好在訴訟的路上 遇到了董他的法官 台南定月法官認為民意時為天 下班後順道去吃一碗鹹粥 是一天的小確幸 並不為過 認為老保局不能質疑北部 或外地人來思考 在台南吃一碗鹹粥 是日常生活所必須的私人行為 最後撤銷了老保局不給予職災的處分 事後老保局也只能摸摸鼻子認賠 發給老公18萬元的職災給付 不過老保局歷經這次的經驗後 對上下班通勤職災的認定 做了一些調整 把職災給付納入生活圈的概念 要是勞工們在上下班途中去用餐 或是接送小孩跟領錢等 一個不小心發生車禍 還是會發職災給付 如果勞工是因為塞車跟道路施工 所以才繞路上下班的話 也會視為職災給付的合理範圍 但事實上還是要依個案認定 像是聚餐這種並非日常生活必需 就得再討論有沒有合理 職保新法 打消待仗 另外勞工團體工商協會 也趁著今天立法院未還委員會 審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草案 工商協會一行人到立法院前 大喊口號表達訴求 工商協會認為 雖然這次立法院要把職災保險 從勞保中獨立出來 並把最高投保薪資 提高到72800元 就連強制投保對象 也會擴大到全體的受僱勞工 受職災保險保護的勞工 會從現在的7成3提高到9成 預估有1088萬人都能享有職災保險 但費率依舊維持0.21% 不過工商協會覺得 其實現在的職災給付有很多黑數 最典型的就是在台灣設廠的 美國無線電公司的工商求償案 明明法院認定 RCA的100多位員工離癌 跟員工在工廠上班有關 沒想到勞動部卻假人告告 以員工已經退保跟退休為理由 不給付職災保險 工商協會認為 這次修法應該要讓 職災員工退保後的醫療納入給付 同時也希望立委支持 把職災保險費率 從現行的0.21%調高到5% 這次的修法 我們RCA員工官和協會 要呼籲立法委員 一定要把退保後醫療納入法條 不只是照顧到RCA的勞工 也才能真正保障全體的工商者 職災醫療 職災醫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